一巴这次的之随叫一巴加的升级改变可能主要更多是在车内 它的整体的内饰的配色以及说是用料也经过了重新的设计 并且大家可以发现作为一台这种家用的MPV车型 它整体这种储物空间是非常多的 这个我觉得是我作为一个可能准车主或者潜在买家 想买一台MPV来说我也是很看重的点 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是这种水杯件 咱们之前的静态车人体验给大家说了 它放在出风口的下边像是夏天的炎炎夏日 你可以用出风口的凉风去给它降温 有时候咱们一进来可能是很热 车里40多度50多度想喝点这种凉的饮料 但是想短期内给它降温也不太方便 这种出风口的设计就刚好 然后冬天放个水杯想喝点热水 也是可以通过空调的热风去给大家去实现的 然后在主驾副驾的一侧都有 这个设计是我觉得非常贴心 也非常符合这种MPV家用场景化的一个设定 并且大家看见它整体的车门这也是 储物空间非常丰富 我觉得整个车门放个四五瓶水 对吧都没有问题 很好用 这个也是大家去选择一台MPV的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车内的储物空间 甚至说咱们在中控台这也能看到 也是常规的两个杯件并没有少 也很好用 然后它的前方也是有一个推拉式的储物盒 可以放一些小的零碎的物品 很方便很好用 然后在行驶的时候可以把盖子盖上的时候它飞出来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常见的中央的副手箱 放点纸巾这种都没问题 并且也是得益于现在这些架构的调整 它在中控台这挡板下方也是有一个 大家能看到吗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储物槽 就这台车我左手右手就是很好去触及到地方 都有这么一个很好用的储物空间 这个是一巴加我一坐进来在前排最明显的一个感受 确实还是挺吸引作为家用来考虑的这些奶爸 还有照顾家人出行的用户车主们 在车内的功能方面 一巴加肯定也是不含糊 这有一个纵向放置的手机无线充电的充电板 其实我觉得这种纵向放置的是更有利于我们去使用的 因为好多车型 它可能使用的是一种类似于放在前方 这种横向放置的 放在这之后 首先我可能看手机不是很方便 我需要行驶中低头去看 并且可能由于这种遮挡 我可能也看不全 它屏幕的上端的显示 但是放在这 首先这个手机是时刻保持直立的 有什么消息 有什么电话 有什么提醒 我可能也能在第一时间看到 然后来决定我是否是要停车来处理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很人性化的 并且这种纵向放置的无线充电板 在你急加速刹车甚至拐弯的时候 手机也不会放在前方向甩来甩去 这个我挺喜欢的 感谢观看